這個短片我們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你如果在申辦手機方案的時候 你要如何去找出它所有的成本 然後怎麼樣是對你自己最划算的 那我們首先可以看到 你要先了解到那個PC Home它的價格 PC Home的價格算是屬於蠻真實的一個價格 那當然我所謂的真實是說 這個17900我們要再乘以所謂的85折 那它那隻手機如果是17900的話 你就是17900 然後你要用這個去等於乘以0.15 這個就是它的那個利潤喔 2685就是那個手機的利潤 然後所以你要找出它真正的成本 就是用17900減掉這個利潤 就是15200多 但是基本上是不會賣到這個價格 基本上你如果出去跟人家喊的話 大概是在0.13 或者是說0.12左右 大概是這個價格 然後其他就是它的利潤 那基本上你如果用這個價格去跟人家喊 老闆會已經很 就是很猶豫要不要賣你了 因為已經算很極限了 那所以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S7這一支的話 它就是在落在這15700 然後呢這個我們先把它刪掉 才不會整個都是數字喔 太多數字大家看了一頭霧水 如果你今天是要用支費方案的話 我們可以看到大部分是分了24個月 或30個月 那通常你如果是30個月代表說 你30個月然後你又是1399的話 代表你的 腳躍久你通常你取得的手機會是更好的 或者是說你拿到的周邊會是更多的 那所以我們要先找出所謂的市場行情 這個要做出來 然後你要去查一下市場上吃到飽 比較合理的 就是說你可以接受的 然後不會太差的 通常都是599或者是499 那這個599代表說 你不拿人家任何的手機 你直接以最低的方案 然後直接辦理 才是一個所謂的真實的 吃到飽的成本 不要去搭任何的手機喔 單純跟店家說我要最低的支費 然後你要開多少這樣子 這才是我們要詢問到的 所謂的最低吃到飽的價格 然後你再到下面這裡 可以算得出來 原來你如果是用499或599的基準 我們這裡講599好了 你把1399這個月繳分離出來兩個成本 你就可以看到了 你如果繳24個月的話 你相當於你可以取得這個19000塊的手機 那你如果是繳30個月的話 通常你已經可以買iPhone iPhone6的手機了 那如果以我們剛剛算出來的這個 我們要買的是15700 15700我們來看一下 等於15700除以24個月 你的手機成本應該會落在1654 所以這個東西就是大概是1190這邊而已 如果這兩個圈起來是1253 基本上你只要月繳1253 你就可以去拿到S7 那因為這個市場上的支費方案的版本 他們每一家店會一直在翻來 翻去就是在變更 然後你會變得說 很難去掌握一個精確的數字 但是我們最主要 就是我們要先找出手機的成本 然後還有市場上你可以接受的吃到飽的 這個支費 目前我 是用亞太的 然後是700塊左右 就是不拿人家任何的手機 然後單純 市場上面吃到飽這樣 大概說在這個600到700 是比較一個合理的 以2017年來講 2017年的時候 目前看起來是這個 599到499到699 這之間算是一個比較合理的 所以我每一個年度 我會用這兩個基準 第一個是 你要的 你可以接受的吃到飽方案的支費 也就是說市場最低的 或者是普通的這樣子 然後還有手機的行情 那這時候呢 你就可以將你的 所謂的1399也好 或者是1199 或者是月角1599 反正 都要有一個成本 羊毛出在羊身上 那通常現在他不會這樣做 他覺得說哇月角1599 很多人受不了 他通常會用什麼 899 然後他會逼你去付一個 你如果要買iPhone7 那種那麼貴的手機 大概那種3萬塊2萬8的手機 這樣子的話 這個799 你繳24個月之後 你 你只付給了店家1萬9千多 那你如果是買iPhone那種3萬塊的手機 我們來看一下iPhone iPhone現在一隻賣多少 如果你要買這一個 iPhone7 iPhone7它是26500 26500 26500 來講 所以你要用26500 去減掉這一個 19760 他通常店家會在交 你交一個頭期款 他會說你要先預繳 72324 你預繳7324然後你每個月799 然後繳24個月 那你如果繳34個月他通常就會叫你預繳 等於26500減掉 這裡 他就叫你預繳2000多 所以我要講一個不便的定律就是說 其實你剛剛聽我講那麼多的樂樂等 簡單講 你就是要先找出這兩個行情 你要買的手機是什麼 你想要的手機是什麼 你市場現在最低的這個是多少 然後你乘以24個月之後將下面這兩個成本分出來 一個是你要分成一個是手機的成本 然後這個是固定不變的 這兩個分出來就是你所謂的 這個資費到底划不划算 如果你大於這一個599的話就是不划算 或者說你大於市場行情啊 像台灣大哥大啊中華電信啊 他們其實都算蠻貴的啊 如果以吃到飽來講 他們都算是比較貴的 原傳好像也是 那這就是一個買手機的那種細節 有很多人都看不到細節 然後被人家那個什麼月繳多少 月繳多少然後繳了三十幾個月或者是說買貴的 這是常見的事情 這個已經這個玩法已經好幾年來 從智慧手機出現之後 這樣子的玩法已經一直在變來變去 但是不變的就是這兩個法則了 你要先分離出這兩個數字出來就可以 不會被騙 不然你真的是冤枉錢一直花 那我們再來分享是這個 剛剛有跟大家分享到這裡 這個所謂的成本 你如果今天拿網路價 我今天介紹這個東西 PC用為什麼會是一個參考的基準 你如果到專櫃去買 像以三星來講 你到專櫃去買一定是比較貴的 你去那個三星的專櫃 他這個賣的通常都絕對不只這個價格 他會再乘以那個一折上去 就是1790你再乘以0.1 他再加一點點的價格 所以你如果要買東西的話 盡量到這個PC用這裡去買 還會比門市便宜喔 那你如果要再比PC用便宜的話 你要到那種很多在修手機的那種店 那種可以辦理很多門號的那種門市 像我舉一個例子 這種專門在修手機的或者是說你看喔 他一個店他有負責這種這麼多的電信業者 那這種我們以市場的分析 業界的分析來講 我們就是可以說 他這樣子一間店他辦理的很多業務 等於說他們做了很多事情 比起那種台灣大哥大或者是說遠傳 他們只會辦理他們內部的業務 那這種店他們負責的業務是非常多的 所以他們熟悉度是更好的 對於市場的掌握會更明顯 而且你通常要找那種不是正妹喔 正妹通常沒辦法給你什麼好價格 那都是給人家PIN的卡而已 所以買這種科技產品 你就是不要去執著 不要去看到正妹就過去了 你要找那種一臉看起來就是老闆的那種嘴臉 那是最好的 像我都買這種東西我絕對不找正妹 因為正妹都 正妹通常不是老闆的 通常是給人家PIN過來的 那真正的行情他沒辦法給你 這是一個事實啊 那可能真的有極少數正妹老闆吧 那個另當別論喔 所以我要跟大家分享就是這樣子一個 市場的判斷 這是很重要 那還有你的店家的選擇 你的通路的選擇 那我們有辦法找到這一個地方的行情 再乘以0.15折 就是成本的成本價 這樣子的話 對於你以後再買手機會比較不會被騙 那如果後續有什麼新的心得在跟大家分享 基本上這個準則已經維持10年了 是沒有變過